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2022花东原创生活节 日前在花莲文创园区第11栋盛大开幕了 8号起国庆三天廉价会在室内带来主题展览 市集美食、公益选物、体验活动还有说唱音乐会 让民众不管是天天或下雨都可以尽情享受山海间的公益日常 有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的2022花东原创生活节 日前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第11栋盛大开幕 今年以仓库美学为背景 营造工艺现场充满宁静与自然材质散发的独特魅力 以花东工艺之美为题 邀请24位花东工艺师带来陶瓷竹藤纤维皮革10亿等12项工艺代表性的作品展览 有琉璃珠也有衣服 这衣服可以脱掉哦 那这里有它的片裤后面还有穿裙子 那这是它的杯楼 那在杯楼我就呈现有三种不同杯楼 这是杯山珠的 这是杯龙作物的 后面是杯它的生活用品的 这个是它用阿里哄哄 阿里哄哄就是原住民的种子 那我用它的原住民的种子来做它的包包 那这个都是表现出原住民的生活 它的生活的状态 缩小版 等于说我用令朝再来说故事 这是我最擅长的 国庆年假1年3天除了主题展览 中午12点至下午5点 馆内还有最后一档的生活公益市集 集合14组生活美感的精选手作好公益 和美味饮食好手艺厂商 而连续三天上午和下午 也将有6场公益体验课程 带来热闹多样的生活体验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不分情语 感受花东原创生活节 带来的香海间公益日常 谢谢掌帮演华联系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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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